今天我们要揭秘的食材呢 就是我手里的这一盘羊肉 羊肉也算是我们餐桌上的 常客了 但是一提吃羊肉 总有一件绕不过去的事 那就是羊杉味 就当我来说吧 我吃羊肉就很挑 喜欢吃 但是对羊杉味特别敏感 就怕买回来的羊肉杉味大 那关于羊杉味这件事 我周边很多朋友 都和我有同样的困惑 那就是这羊杉味 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到底什么样的羊肉 吃起来杉味会更小一点呢 记者在网上搜索羊肉 发现很多店铺都称自家羊肉 口感鲜嫩 杉味小 羊是反除动物 这种消化系统 会使羊在消化之类过程中 产生一些挥发性脂肪酸 并融入羊的脂肪中 形成羊杉味 我们在吃羊肉时 会发现羊肉的杉味 有大有小 那么这些声称杉味小的羊肉 到底是真的还是噱头呢 记者从这些店铺中 随机挑选了一家进行购买 谢谢 记者买到的这份羊肉 到底有什么不同 他们为什么敢说 自己的羊肉杉味小呢 开箱后我们发现 这就是一份普通的冷冻羊肉 但不同的是 这份羊肉的包装袋上 有一个二维码 这又能代表什么呢 扫码后 我们查询到了 这份羊肉的详细发货地址 为了探究 我们买到的这份羊肉的味道 究竟是不是如所说的那样 山味小 我们的设置组决定 从北京出发 去陕西省榆林市恒山区 开启本次的溯源之旅 根据二维码显示的地点 记者溯源的第一站 是羊肉的发货地点 位于恒山区南部 距现成123公里外的双城乡 这些羊肉究竟是怎样 从发货地来到我们的手中的呢 根据导航显示的位置呢 我们买的羊肉 就是从这发出来的 然后现在我看这个外部环境 应该就是这个发货地了 您好 从网上买了一箱羊肉 显示发货地址是这 是从这发出来的吗 对 则是写发货地址是 我们这就是我们这发货 那这些即将发走的羊肉 和我们买到的一样吗 应记者要求 曹大哥为我们打开一箱羊肉 现场查验 打开一下 看一下 我当时呢是看见这上面有一个 对 就这个东西 这个溯源码 对 我们每一个都有 每一个羊肉都有 每一个都有是吗 对 对 这还有一包 我看一下 这两包是一样的 贴在羊肉上的溯源码 到底有什么作用 这和羊肉的山味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扫就能指到什么恒山羊肉 曹大哥告诉记者 包装带上的二维码 是为了让消费者可以明确知晓 自己买的这袋羊肉就来自于恒山 因为恒山地区主要养殖白绒山羊 可他为什么一定要向消费者证明 这就是恒山的白绒山羊肉呢 这跟羊肉的山味之间有关系吗 他说 要想知道这其中的缘由 还要去往当地的加工厂 肉质细嫩山味小 为什么先看一座毛 这就是我们夹骨肠 那我们现在能进去吗 现在咱要这换衣服 现在接去 好 现在我们能进去了吗 现在可以接去了 现在我们接去看一下我们夹骨肠 这就是我们搞自己的新鲜的羊肉 刚一进加工车间 我们的记者就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这些羊肉的尾巴上 竟然还带着一座毛 可令我们费解的是 除了尾巴 其他地方的毛都剃得非常干净 为什么就偏偏尾巴上剩了一座呢 难道是工人们粗心大意 不小心漏掉了 可这一座毛如此显眼 连我们都能发现 他们能这么粗心吗 那难道是为了美观 可就这么一小组 也没有让羊肉看起来更美观呀 而且这带毛的羊肉 吃起来还会影响口感 可曹大哥又说 这尾巴上的毛很重要 而且和我们要探寻的羊肉山味之间 也有很大关联 这让我们更加一头雾水了 他们留着一座毛 到底是什么用意呢 恒山素有养山羊的传统 相比绵羊来说 山羊的毛更直一些 商家为了方便消费者确认 自己买到的是本地羊肉 就想出了将羊尾巴上 留一座毛兽卖的方法 这也是恒山最传统的 卖羊肉方式 他们如此费劲地想 这些辨别方式 就是为了让消费者 可以明确知道 自己买回家的 就是当地的白戎山羊肉 那么这就是羊肉 山味小的原因吗 曹大哥说 要想羊肉山味小 必须要等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这还要停留一段时间 外边要放一段时间 咱不是说要新鲜吗 您强调新鲜 为什么还得放呢 那我带你过去看 你就知道了 肉质新鲜 才能保证口感和营养 宰杀好的羊不分割包装 是要等什么呢 记者发现 工人将宰杀好的羊 推进了一个 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屋子里 微弱的光线 阴冷潮湿的空气 就只挂着这些 刚刚宰杀完的羊 而且要在这儿挂 8到24个小时 就这么不管不顾的 搁置在这个小屋里 这到底是要干什么呢 这个你就不切除了 这个对我们羊肉来说 这个环节非常重要 我们见到的这些羊肉 不就是搁置在这儿了吗 竟然还成了 曹大哥口中的重要环节 这到底是什么呢 就这么放一段时间 这些羊肉还能新鲜吗 这是我们排酸间 因为没有这个排酸 就是羊肉膳味 比以前要大得多 那这排酸到底是怎么回事的 排酸就是把行血羊肉摘下 结果这个排酸间 把温度调到温度到 四度之间 放置八字24小时 羊肉口感吃起来 戏弄行血 膳味小 原来羊肉待在小屋里 过的这一段时间 并不是闲置 而是一个排酸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羊肉新陈代谢的产物 被最大程度地分解排出 口感得以提升 吃起来细嫩新鲜 杉味小 那排酸前后的羊肉 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请曹大哥为我们找来 胃排酸的羊肉 和排酸后的羊肉 进行现场对比 记者研究了半天 发现这两块肉 大小相似 外观基本一致 肥瘦程度 也没有太大区别 有区别吗 有 可见有区别 我们平时在市场上 买肉时 也经常会遇到 写着排酸字样的肉 而且这些肉的价格 普遍高一些 那到底该怎么辨认 排酸肉和胃排酸肉呢 我给你看一下 你看啊 这个是黄色 带点黄色 这个是粉红色 这个是没排过出来 这个是排过出来的 仔细对比后我们发现 胃排酸的羊肉 光泽度较低 肉的表面 还有轻微的气泡产生 而排酸后的羊肉 光泽度提升 颜色也更鲜红 更关键的是 排酸肉与胃排酸肉 口感会有明显差别 不排酸的肉 做出来以后 咸味比较比排酸的大 在肉质厨 没有这个排酸的肉质细 口感来啥都没有这个好 排酸确实能够帮助羊肉 减少肾味 提升口感 既然排酸技术 可以解决羊肉肾味的问题 那用什么品种的羊 还重要吗 这主要原因还是我们羊好 羊好 是厄尔多斯草原 向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 丰富的植物资源 独特的地理优势 造就了先天的养羊条件 然而当地的羊虽好 但也不是个个都能满足成为 生品羊的标准的 记者在加工厂 看到了前来送羊的养殖户高大哥 他这趟送来八十多只羊 有三只需要带回养殖场 可我们不明白了 高大哥车上的这三只羊 看起来还都不错呀 为什么就被打回去了呢 这白蓉山羊到底是怎么养的 为什么山味会小呢 借此机会 我们跟他一起去他的养殖场 继续探寻当地羊肉山味小的秘密 这个体验真的还挺逗的 我第一次坐这种三轮车 然后我跟大哥 我们一起去养殖场 看看这个羊的生活环境 到底是什么样的 那咱走吧 好的 走 养殖场里门道多 各个标准很重要 想要羊肉山味小 终极绝招是什么 从加工厂到养殖场 坐三轮车 大概需要十分钟的路程 这儿的村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羊 养羊是他们最主要的经济来源 如今家门口有了加工厂 村民们不仅卖羊方便 收入也增加了 这就到了 这就多了 哇 好多羊 在养殖场 我们终于见到了大批量的白绒山羊 可我们在这儿看了半天 并没有发现这些羊有什么特别之处 这儿的羊肉山味真的会小吗 高大哥说 这儿的羊肉山味小 主要是因为有几项标准很重要 首先是得给羊称体重 那么高大哥在称羊时所说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难道这体重跟山味之间还有关系 我们一般是猫竹标准到七十斤之间 体重高了腰可能有点肥 有点肥的话口感也不好 可能要小腿有点色味 如果是太瘦了也不行 如果是肉没有味道也是不小的 跟瘦肉相比 羊肉的山味物质在脂肪中含量更高一些 所以羊肉过肥 山味也会增大 控制在这个区间范围内的羊肉 肥瘦相间 羊山味也会略小 但是要想羊肉山味小 体重达标 仅仅才是第一步 那还有什么要求呢 这有着年龄段的标准 体重可以称 那这羊的年龄到底该怎么判断呢 对 你拍牙就这个很明显 看 这是一对牙 对 这要是女孩开始就是一对牙 一对牙 很明显知道 大牙和大 小的该合小吧 这个是羊卷肉 这是去年找的 这是今年找的 这个就是一年多一点 这个就可以出栏了 通过看牙口和羊脚轮 可以估算羊的大致年龄 高大哥说 这只一年多的羊就可以出栏了 那年龄跟羊肉山味之间 又有什么关系呢 年龄段 年龄段就是出手时间到屠宰时间 一百分之后三百五十天到四百天之间 这个时间 反正是我们长时间组家出来的肉 就是在今年那段 羊肉味道是最佳的 那么问题来了 看牙口和羊脚轮 只能大致知道 这是一只几年的羊 要想让羊精确在三百五十天 到四百天这个范围内 既不超期 也不提前出栏 这个精确的时间 他们到底是从何得知的 这个羊是三百六十七天了 我们这个在耳边上打一个二维码 这个二维码的主缺的哪天 主缺的哪天搜的 哪天防疫的 哪天都在这里面记载着 二维码 哪个是呀 就这个是二维码 为了核实这只羊的具体信息 记者现场扫码 看看在这个羊的耳朵上 到底能够扫出哪些内容 扫码后 我们看到了羊的出生时间 饮食信息 以及防疫内容 我们拍摄当天的时间是八月二十六日 依据信息推算 这只羊确实是三百六十七天 可除了这些生长信息 我们的记者还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公羊 不是 那为什么这上面还有一个 曹建均五月教养殖场呢 这个是我们这个挪户 在前五六个月之前 在挪户家里面养的 要吃我们这里道地的食材 它是从那里出手的 出手几个月之后 就交给我们这个养殖公司育肥了 这里调整它的重量 调整它的标准 达标后才是投载的 那这么说咱们这个羊 还有两个主人了 对 原来在养殖场 我们见到的这只羊 竟然是只二手羊 他们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地 为这些羊安排两个家呢 羊在第一个主人那里 生活得怎么样呢 高大哥告诉记者 想让羊肉山味小 这些羊 首先要在第一主人那里吃得好 为了探寻羊肉山味小的秘密 我们决定再次出发 去农户家里看看 这些羊到底吃些什么 就在此时 高大哥跟我们说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信息 是 可我们这只羊是挺认主人的 如果是它头有主人现在来 主人也能认识它 它也会能知道这是它的主人的 那么多羊 它能记得住 它自己以前养的这只羊 它能认得出来 能认得出来 能认得出来 就它放在这只群里边 它也就看见这只羊是它的 可定能认得出来 那我们能带着这只羊 去以前的那个羊主人家里 看一下它们是怎么喂这个羊的吗 可以 可以 小羊我们带你回家好不好 走 跟随高大哥一起 我们带着这只小羊回家 看看在来这之前 它曾经吃过哪些好吃的 这就是这个羊以前的家吗 来 过来下羊油 在我们看来 这些羊长得都差不多 但是曹建军却说 这些羊虽然养在一起 但各有各的相貌 这只羊出生在这 并在这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 在见到时 总能一眼就认出来 我们就想看看 那五个月之前是说挺重要的 那这个羊都吃点啥 我现在帮它搁回来吃 马上别喂 那走吧 那我帮您一块喂喂羊 然后顺便看看 它们都吃点啥 没见到这些食物之前 我们还在想 它们到底会给这些羊吃什么好吃的 可是一问才知道 原来这些羊一般情况下只吃青草 在冬季偶尔四草不足时 会再加一些玉米这样的粗饲料 这就叫吃得好吗 这么喂出的羊肉 真的能够伤味小吗 面对我们的追问 曹大哥并不急于解释 此时他着急的是赶紧喂羊 以前村民们养羊 都是直接在山上放牧 如今为了保护环境 退幕还林 他们都是去山上 将羊所吃的草割回来 统一饲养 这割草喂羊的背后 是不是还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门道呢 为了找出真相 我们和曹大哥相约 第二天一早去给羊割草 这是要去割什么呀 割墓絮 这片墓絮地 是曹大哥专门喂羊种的食物 可这片地和我们想象中竟有些不太一样 放眼望去 杂草丛生 根本找不到墓絮的影子 反而更像是一片长期没打理的荒地 曹大哥说 他喂羊的秘密 就藏在这片杂草丛生的地里 羊在消化过程中会产生一些挥发性脂肪酸 融入到羊的脂肪中形成羊山味 所以挥发性脂肪酸的含量越低 羊山味也就会越小 在这片看似疏于达理的荒地里 除了牧絮外 还生长着野草 野生药材等等将近十几种 可以喂羊的四草 羊只吃这些杂草和少量的粗饲料 不吃金饲料 羊体内脂肪传电减少 这也是当地羊肉山味小的一大原因 从加工厂到养殖场 再到农户家 我们可算是追到了源头 这羊肉山味背后的门道 还真是不少 就当我们以为 此次探访差不多要结束的时候 曹大哥却突然抛出了一个重要信息 他们这里的羊肉山味小 还有一个终极秘密 要想看到 需要去更高更远的山上 双城乡位于恒山区南部 属于丘陵沟壑区 两毛起伏沟沟纵横 八月份的山坡上 植物丰富 郁郁葱葱 更隐藏了羊肉山味秘密的终极法宝 从这里到山上 大约需要二十分钟的路程 一进这片山坡 我们便闻到了一股清香 这味道是从哪里来的呢 对 这就是地角 这就是地角 哪个 就这 你闻一下 它好香啊 就是 但是这个味道有点 就是香料的味道 是吧 就是我们这儿 杂鱼表的味 所以咱们这儿羊 吃着山味小 是因为这个吗 就是这个有非常大的关系 这个因为不是小草嘛 小粒 我们这叫小草 地角香 地椒又称百里香 气味方香 常做香料使用 这儿的山坡上长满了百里香 农户们将这些香料带回家喂羊 长期使用 香料的气味也会掩盖部分羊山味 我们要吃这么多香料 它能啥吗 它能不好吃吗 它有什么原因 吃香料吃白草是吗 对 就是 山羊生长期间 吃香料吃白草 当地人坚持割草喂羊 这也让远在各地的我们 能够吃到新鲜山味小的羊肉 我们的溯源之旅从北京出发 行程八百多公里 来到位于陕西榆林市恒山区 如果不是一路探寻 我们很难知道 这个宣称山味小的羊肉 到底是噱头还是真材实料 见证之后我们才明白 羊肉山味小的秘诀 来自于农户坚持四草喂羊 出栏前恰到好处的肉质把控 现代化的冷却排酸技术 低温保鲜的物流运输 这就是羊肉山味小 味道不减的秘密 羊肉山不山 对于消费者来说是口味选择 而对于产地生产者来说 就可能成为一个特色农产品 能否走向市场 传统产业能不能变成强势产业 复明工程的小契机 从大众消费需求出发 保留农产品的产地优势和原汁原味 吸取现代的生产经理念和技术手段 走出一条科学生态健康的发展路径 好产业才能有好味道 好了 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